冬天到了,房车上如何选择电热毯宅书的房车慢行季2021年10月27日 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好长时间没有更新了 那么天气越来越凉了 很多朋友就觉得车上应该有一些过冬的一些装备 那么所当其冲的就应该是电热毯 电热毯呢,我曾经说过,这个用处还是挺多的 不光光是简单的这个冬天遇寒 有时候夏天也要用到 为什么夏天也要用到 因为有的时候夏天啊 房车在一些比较潮湿的地方 它的这个湿度,空气湿度特别大 那么电热毯呢,可以把这个被子里的潮气给它轰搅 而且我经过我本人的亲自试用呢,还是很有效的 尤其是这个,比如说在庐山这种地方 或者说在一些其他的地方 它湿气特别重的地方 可以把电热毯打开 好好的把这个床上的这个湿气给轰一轰 好,那么在冬天的时候呢 电热毯就不说了啊 因为咱们知道都是起到一个保暖的作用 尤其是睡觉的时候 那么电热毯买什么样子的呢 有的朋友说买这个家用的 有的朋友说呢 买这种车用12伏的 其实呢都可以 就看你车上用的那种电比较方便 现在有很多房车啊 车上都不被这种直流插座 直接就是220伏 但是还是有很多房车 所以还是有这种直流插座的 那么我本人呢 直流插座也有啊 交流插座也有啊 都可以用 首先我们看电热毯的功率啊 一般功率都不大啊 几十瓦啊 如果说在这个40到60瓦之间啊 或者说40瓦到70瓦之间 那不管你是用直流还是交流 都没有问题啊 咱们可以计算一下 如果你的这个功率是60瓦的 这个电热毯 呃 在车上用的话 12伏的系统 理论上来讲 它的电流就5A左右 那么5A呢 呃 是不算一个很大的电流啊 呃 很安全的 所以说你用这个直流插座 来供暖 也没有太大问题 呃 那么 如果说电热毯功率再大一点啊 那么建议还是买交流的啊 不过 一般来讲 电热毯功率都不会太大啊 不会太大 除非你是那种双人电热毯啊 可能功率会大一点啊 一般来讲单人的啊 电热毯一般都单人的啊 单人电热毯呢 功率都不会太大啊 那么直流电热毯的好处就是说 不用开变压器啊 那现在很多房车呢 呃 它的这个逆变器啊 啊 刚才我说的逆变器啊 逆变器啊 是常开着的啊 有一些有些房车的逆变器是常开的 呃 那么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啊 交流直流都行啊 那么你买这个交流的电热毯呢 那也没什么 没什么问题啊 但要注意一点啊 一定要人走 电热毯要关掉啊 就是你如果长期不在车上面 电热毯就要关掉啊 因为有些可能会有一些意外的发生啊 当然了你要买一些质量有保证的那些啊 不要贪图便宜 尤其是在车上用的东西啊 一定要买贵一点的啊 不要贪图便宜啊 买什么杂牌啊 一定要买那种销量大 质量有保证的 价格高一点的啊 一般来讲一分价钱一分货啊 呃 千万不要图便宜啊 买得买好一点的啊 有这种3C认证的 包括它的用料方面 让它踏实了啊 这样的话呢 安全方面有一定保障啊 不会造成火灾什么啊 这是电热毯的一个 一个采购的一个选择啊 呃 依我来看 家用和车用都行啊 看你车上的这个电力系统 是什么一个情况啊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过予 呃 这个 一般来讲啊 这个我们房车呢 冬天一般都会去一些 比较温暖的地方啊 但是也有的时候呢 你会遇到一种极端天气 你比如说广东也有这种极寒天气啊 就是 偶然的年头啊 就是很冷的时候啊 所以电热毯呢 几乎说是一个必须的啊 在房车上面有一电热毯呢 应急还是很好的啊 包括刚才我说的 夏天有时候你还可以驱湿 好啊 关于这个电热毯呢 今天就说这么多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吧 拜拜